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叫做梁雪兴 怀疑她回到家的时候 撞破了有贼人在她家里有一个爆洩 据说被对方用铁笔打倒她的头 令她离开这个世上 后来警方的案情简报的时候也有提到 相信案件是属人所为 也说锁定了疑犯的身份 我们较早前做过一节节目 也提到梁女士的男朋友 当天跟她中午的时间 喝完茶吃完东西 男的就去到上班 梁女士就自己回家 当男朋友回到家的时候 她发觉自己没有带锁匙 敲门就没有反应 如是者她就走了去的邻居 她跟她的邻居真的有好关系 有后避事就在她家里 如是者 这个邻居就和男朋友一起开门 而揭发到这个事件 我们看到梁女士就已经在家里探了她 我们当时在那一节节目也提到 这些锁匙的东西 你一定要很信得过你的邻居 或者信得过对方才放一条锁匙在对方的家里 也好 或者在她的手上 就算了 哪怕去到父母 父母不会来你家里乱拿东西 但是又来看看你家里有什么东西 或者有没有买了新手袋 或者见你买了新球鞋 或者新游戏机 然后又讹你 又说你乱花钱 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所以锁匙的东西 我自己都很少留乱给人的 我最多都是叫做收买一条在公司 一条就自己带着 万一有什么大吉利是的 都起码可以回公司拿 例如买到门 或者铁匙不见了 起码还有后避 放在公司会不会很容易被人拿到你 那就收买了 不用那么担心 就算拿到也好 一般来说 如果是普通责 拿到一条在公司拿到你家里的锁匙 他都不知道是你家里的锁匙 除非是熟人 熟人识就知道 这次这件事 跟我们的估计或者说法有些近似 好了 他的男朋友 即是梁女士的男朋友 他可能真的信得过这个邻居 甚至乎连梁女士都信得过这个邻居 所以就放了后避士在他家 那就闭呀闭呀 你和这个邻居的关系好 但是和这个邻居的女儿的男朋友 的关系又好不好呢 现在有消息所指 怡空正正是这个邻居的女儿的男朋友 就怀疑他用这个锁匙 偷偷地进了梁女士家里犯案 亦都失败 让梁女士见到他 因此狠狠独守 记住他不是什么都没有拿到的 他是那个甲慢 是叫不开的意思 现在有报道所指 他是大约在这个屋里面 手略了十几万的财物 可能连着珠宝 据说有钻石 现在这个二胸25岁的男子 在那里 原来已经穿了草 去了日本乡下 哇 人渣来的 这么快走鬼了去 不过你走得一时 走得一世 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拿着特区护照 你去到日本 逗留的时间 都是有限公司 有限的 再说回 亦有消息所指 这个二胸 他本来不是住在葵方角 是这样的 这个人住在女友的家 那就是花了女友的钱 是不是这种人 他的身份都相当离奇 因为有些人看到那个年份 就怀疑这个25岁的男子 是不是某种颜色的政治理念者 因为我说他们两个 在2019年认识鄰居的女儿 后来两个就发展到情侣关系 亦都说这个25岁的男子 你倒一倒数 大哥 你19年的时候 你只有22岁左右 22岁 不过这个鄰居 即是女友的爸爸 都算是这样 让他在这里住 其实有时候 你是不是应该要留意一下 那个女儿 和什么人一起 还要让一个这样的人 在你家 这个我也是很奇怪 是不是这个男子 真的非常好呢 所以连这位少女的父母 都视他为好女婿 即未来女婿 会不会是这样 除非你能够隐瞒得到他 现在据称 这个25岁的怡胸 他是因为难倒 22岁就这么难倒 难倒到什么呢 债台高足 也经常被人追债 不知道有没有追到上来葵方角 因此就因为被债 就避到去女朋友的葵方角的家 那离奇的地方是什么呢 后来这个女朋友 就已经去了外国读书 那你说 那女朋友也去了读书 那你不跟上去外国的呢 他又没有 他又继续留在葵方角的单位 再和这个女朋友的父母的家 一起住 这样也可以 看来真的可能 非常好关系 是这位女友父母欢心 否则怎么会容许一个外人 去住在自己的家 有没有交租 看他都没有了 债台高租 差人这么多钱 一个吃软饭吃到这样的人 真是经典 那他还要不单止是吃软饭 他还有好吃另一道东西 就叫做吃白果 吃白果 吃白果 他在这个女朋友的家 可谓叫做白吃白住了 成三年了 那我们先说一下 这么厉害 是的 这个女孩 即是男朋友 认识的这个女朋友 其实他们这一家人 真的和离开了的梁雪兴女士 真是叫做左轮游里 关系相当之好 是的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梁女士 就是怕自己大头黑 会留戴这个锁匙 所以才给银匙 银匙帮忙去管 哦 这样 其实也很合理 你跟银区关系好 有时候要出软行 可以有银匙帮你看一下 互相照应 现在就怀疑 似乎是这个25岁的年轻 就知道这个梁女士 她应该是经营一些 叫做货柜公司 亦都知道她 在家就当了home office 这样 就猜到她 或者想到她 应该在家里收了不少钱 所以就叫做心怀不轨 就立了去这个后备时 就走到她家里想着爆舌 殊不知 她就一跌过想把银匙帮忙 不过似乎是帮不开 在家里就到处 找到乱了 到处砍 衣服什么都找 果然让她找到一些金器 钻石 和刚才所提到的 大概有些少钱 加起来也有十匹东西 就是价值 你都知道 钻石和金器 不然就会变卖了 这可能需要些时间 她就趕快把梁女士 归天之后 就立即拿起旅游证件 一时就去到机场 就立即买了机票 去了日本 现在警方都说 联络了国际刑警 尽快就要把她緝拿归案 我真的不明白 她到时在日本 可以留得多久 不知道还想如何 她躲在森林上 或者都可能地下 我相信她都是从一个飞机过去 要追查这个人 应该也不会太难 第一都知道她在哪个机场离开 第二 时间来说都尚短 类似 机场 日本我不知道 基本盘 起码那些CCTV片段 保留7至64日 有些甚至到一个月 这么短时间 要找到她 都可以找到 因为起码都不会像英国警方 那样离谱 因为警方才你傻 牵涉到人命 我想应该都会紧张很多 有些街坊都说 离开了的梁女士 她已经在葵方角 30年多了 跟鄰居都很熟 她除了自己 刚才说有 播柜公司生意之外 她也有参与管理大厦的事务 有些像是立案法团 业主立案法团的师傅 师傅就是管钱的 做了4年 因为一个任期 不是说一年就这么快完 他们这一年 做了4年的话 都要有些时间 师傅也不是说 经常不来开会 就算你不是来经常开会 都要帮忙 一些钱 出纳那方面 都要帮忙 那些人都说她很尽责 批评 这些冷血兇手 不单止在女朋友家 白吃白住了三年 还说她 为什么会去女朋友住呢 她和家人关系不好 这样 追债 她和女朋友 她家的关系也很好 所以才让她住在这里 真是好 这些真是养苦为患 很离奇 为什么女朋友都离开了 去了外国读书 但是还在这里呢 很难理解 唯一能够解释就是 这个人渣 可能真的跟她 女朋友的家人 真是好好的 而且好到 连女朋友去了外国读书 都仍然被她住在这里 继续白吃白住 都这样的 奇怪 我不知道 如果大吉利是她是什么手足 还是什么 都可以去到葵冲 葵冲广场 他们有很多 聘请那些 叫做什么 一日店长 是不是 我 先做一下 不是 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政治 有些人这样传 未必是真的 我看到有些说法 19年相识 代表是否在抗争的街头认识 这个我们不知道 也不敢肯定 再回来 所以这个25岁的怡胸 你想想 她住在这个女朋友的家里 几年 老实说 这家屋也不是几万尺 那么大 就算几万尺 让你住几年 你都知道哪里放在哪里 可能被她留意到 有这一串锁匙 咦 哪里的 可能挂在家里的某个位置 原来就是旁边的 她知道了 可能眼睛睛 又知道旁边的屋 又去喝茶 没有想过 那么快回来 就出手 我想这个邻居 她现在一定是 万分内疚 我们刚才一开始都说了 就是当时她拿回这一串锁匙 就和离开了的 娘女士的男朋友 一起打开门 她没有想过 就是她家里 养了三年的 人渣敗女 这个大食懒 就是她拿着这一串锁匙 曾经去了梁女士的家里 做出这些事情 你想想 那种内疚感 平时这一串锁匙放在家里 是想着帮邻居 如果万一她忘了带锁匙 就递给她 那她就开了 开完再放在里面 就是因为对你有信任 所以才放这一串锁匙 她没有想过 这个信任就是导致梁女士 走了就是一件事 她的男朋友 真的你想想 都不知道男还是女 的一方就说 要把这串锁匙放在邻居上 如果大吉利是 是梁女士的男朋友提议 真的我想她的余生 都是内疚中度过 真是很可憐 整件事 一个人的贪念 是可以闯出这么大的禍 而且还以为自己走了 会挂不到你吗? 不会的 去到日本 你最多是蹲一阵而已 很快 我相信很快 就会被日本警方那边 捉她回来 这些人渣 最好是尽快归岸 我相信日本 都不会容许这些人渣 原来知道 这么大的事 她反态就捉她 日本是大一点 可能她会找些地方躲 但是你能去哪里 希望早日将她插拿归岸 那就最好了 暂时就先说到这个位置 期待警方两边 香港也好 日本也好 有一些突破的发展 早日将她插拿归岸 乘之于法 好 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